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加拿大被捕 眼下有许多问题 依然没有答案 美中两国政府看来 正在协作努力控制孟晚舟被捕的影响 华为财务总管孟晚舟被拘捕的消息 震动了全球市场 很多人玄机表示 担心这一发展可能会使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完全脱轨 就在上个星期的周末 双方还在欢庆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分析家们指出 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歧义的淡定 他们还说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这个问题保持的克制令人惊讶 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孟晚舟被捕是一种政治升级 可朗普政府看来明白这一点 鲍尔丁说 我认为未来很重要的是他们 美国行政当局说这属于相关法律 并尽可能地努力把政治因素排除出去 不管这个案件具体有什么问题 但即使这一事态发展跟川普行政当局的任何人完全脱钩 北京也会认为这是政治升级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科学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说 孟晚舟被捕是另一个事例 显示川普的贸易团队当中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厉害的招法教训中国 夏明说 这只是美国在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时很多招法当中的一招 目的是将锁得最大化 我认为孟晚舟被捕应当从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中来看 眼下中美双方都表示相信上个周末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协议 他们希望协议会获得成功 孟晚舟的案件如何发展 眼下还有待于观察 中国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 并称她被拘捕是严重侵犯人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 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证据 显示孟晚舟在加美两国违反了什么法律 他重申北京的要求 这就是释放孟晚舟 华为公司则表示对孟晚舟究竟受到什么指控 公司获得的消息稀少 也不知道孟晚舟有何过错 星期五 加拿大将举行保释听证 听证可能会显示有关孟晚舟情况的更多的信息 以及她为何被捕的原因 中国官方媒体声言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的美国 正在滥用法律以伤害华为在国际间的名声 这是一种流氓行为 但是人们对华为的担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 星期五有报道说 日本政府看来将成为又一个计划禁止采购华为产品的国家 本星期早些时候 英国的BT集团宣布从其3G和4G网络中移除华为的设备 禁止在即将建设的5G网络关键部位使用华为产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5G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产品 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很多国家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是一种威胁 因为它跟中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 美国和加拿大官员截至目前没有说对孟晚舟有什么指控 但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现在还不清楚华为可能怎样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 今年4月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看华为 自2016年以来可能违反制裁的问题 星期四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联邦政府任命的监察员 注意到了华为账户的可疑交易 这一信息传达给了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先前指出 在过去的10年里 汇丰做出交易把禁运的技术产品 其中包括惠普产品转卖给受到制裁的伊朗电信运用商 夏明说不管有什么样的违反禁令的情况 拘捕孟晚舟都是可以理解的 夏明指出作为华为的副总裁和财务总监 孟晚舟应当是批准所有的文件的人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 中国社会应当通过购买华为产品来给华为一些道义支持 一些人指出 考虑到有可能被卷入围绕华为的拼力拔河赛 美国的技术公司的主管 在今后几个星期应当避免到中国去 越南副部赖特大学的鲍尔丁说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在做出反应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精明 会找到更谨慎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他说中国方面或许会网络攻击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 拿到他们的知识财产 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觉得假如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一个主管提出虚化的法律指控 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尴尬 只是会暴露中国的真面目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记者 家傲的报道 题目是 微软总裁疾呼 人脸识别立法管理刻不容缓 不论是协助寻找失踪的孩子 还是逮捕潜逃已久的嫌犯 亦或是确认银行卡用户身份 人脸识别技术如今都可以派上用场 但随着这项技术被广泛使用 公民的隐私权和民主自由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微软公司总裁周四表示 现在是时候管理人脸识别技术了 否则社会将难以遏制它可能结下的恶果 人脸识别乍一看很像一门尖端科技 通过比对人脸视觉特征信息 包括尺寸、位置、面部器官的分布 计算机技术就可以在理想状态下识别他们的身份 在中国可以刷脸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肯德基、便利店甚至中学校园 这项看似可以为民众生活提供便利的技术 也正在走入舆论的显微镜中 接受公民社会的审视 微软总裁布拉德 史密斯周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 呼吁各国政府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立法 因为在现今科技社会中 如果人们任由其发展 我们的脸可能会成为分文不值的大数据 不受任何保护 人脸识别技术能够让一个国家或政府 对所有公民的行动轨迹 了如指掌 事实上 政府能够利用它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甚至全天候的追踪任何人 虽然史密斯谈到这里时 并没有点任何国家的名 但中国将人脸识别技术 大量运用到社会监控领域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郑州 一名佩戴人脸识别墨镜的警察 在火车站发现了一名海洛英毒贩 在石家庄 警方通过天网系统人脸识别功能 在张学游演唱会上抓获三名逃犯 在广州 几个地铁站进站口 配备了人脸识别安检门 进行实名认证 这项技术发展如此之迅猛 就连中国央媒科技日报 几个月前都发文表示 在数据就是价值的时代 人们更要看好我们的脸 史密斯说 管理人脸识别技术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立法 而它目前的发展阶段 意味着立法已经刻不容缓 我此时此刻宣告 现在是时候通过法令 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约束了 以保护人们的隐私权 同时我们应该继续研究人脸识别和宪法间的碰撞 记者注意到 中国也没有针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立法 但官媒新华社去年引述了国内一些业内人士说 中国应该尽快建立生物识别的法律和技术标准 以保障公民隐私 微软总裁还表示 人脸识别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他谈到了透明度的问题 技术开发商应当公布其人脸识别技术的能力和局限性 并允许第三方进行对比测试 以了解它的精准度和可能潜伏的技术偏差 他表示 近期研究表明 一些人脸识别技术在识别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性别时 出错率较其他人群更高 他说 在高风险情况下 人工二次确认就变得尤为重要 之后 他谈到了隐私权 他表示 即便人脸识别在购物中心 这样的人流量 大的公共场所 可以协助警方 维护公众安全 管理者应在显眼的位置张贴告示 告知人们正在进入人脸数据的收集区域 同时 管理者应当 始先征得人们的许可 再使用这项技术 最后他提到了民主自由 他说 如何在维护公民安全和保障公民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是科技界的永恒话题 在美国 言论自由和集会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如果人脸识别技术得不到法律制约 他可能会被运用到监控一些特定人群 这侵犯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人脸识别技术还很年轻 我觉得我们应该谦虚一点 认识到我们现在甚至还不知道该对他提出哪些质疑 这就是为什么开诚不公的谈论他很重要 史密斯当场宣布 微软公司将在人脸识别技术开发领域遵循公正 透明 负责 不歧视 告知及许可 合法监控 这六大原则 并会在明年三月底前予以实施 当被问及微软应当如何确保自己的人脸识别技术不被中国政府滥用时 史密斯回应说 虽然美国仍在领跑这项技术的开发 中国正成为全球第二大开发阵地 他蜿蜒表示 微软曾拒绝向一些国家政府提供某些人工智能技术 特别是那些微软认为可能会使用其技术变向侵犯公民人权的国家 他补充说 国家之间应该找到一条坦论人脸识别技术相关伦理的沟通渠道 而微软会在商业活动中一如既往地遵守人权准则 在美中贸易战和两国高新技术竞争渐区胶着的背景下 白宫周四邀请了包括谷歌、高通、IBM在内的多家美企高管参加午餐会 讨论如何推进美国在创新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萨提亚纳德勒也出席了这场活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Peter Sturm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 逮捕孟晚舟一次有风险与副作用的行动 川普想要孤立伊朗 逮捕华为经理人孟晚舟也显示了这一点 但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或会再度爆发 Peter Sturm在法兰克福汇报对此发表评论 可能仍有人相信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或者华为 都是很普通的企业 但如今众所周知 现实远非如此 两家企业背后 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分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政府 而他们的政策很少符合我们的利益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针对这些企业采取的一切行动 也必然带有政治性质 这在加拿大扣留华为经理人孟晚舟的事件中尤为明显 据称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 或许真是如此 不过除了美国 以色列和沙特政府之外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遵守对德黑兰的孤立政策 这也并不稀奇 川普总统上任一时就明确表示 孤立有何潜力的伊朗是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 在这一点上 他是始终如一的 习更有优势 至于他有没有考虑到所有的风险和副作用 就不清楚了 现在有一点展现在他眼前 中美贸易关系紧张 至少可以这样描述 川普与中国国家与党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周末会晤后 似乎显示出缓和迹象 但如今 华为事件恐怕会暂时打破这一希望 像中国政府这样注重声望的政府 很难容忍中国一家标杆企业的高级代表在美国出庭受审 而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其司法立场 尽管还不能立刻看出 中国可能对美国采用什么样的施压手段 但如果北京能通过长期的贸易冲突让美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削弱 那么 川普就明显处于劣势 因为美国总统2020年必须面临大选 习近平就没有这个问题 BBC中文网报道 题目是 华为事件中美贸易谈判的幕后较量 上周六 在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出席G20峰会的习近平与川普共进晚餐 两个半小时的交流后 两人敲定中美贸易战暂时停火 以及接下来90天的谈判期限 就在同一天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城市温哥华 总部设在深圳的世界 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在转机时被当地警方逮捕 加拿大警察称 美国当局正在寻求引渡这位华为创始人千金 24小时之内 发生了两件对中美关系意义重大 却又意味不同的事情 其中的信号耐人寻味 暴露中美分歧 有分析人士认为 孟晚舟在中美90天谈判 开始之际被扣押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谈判中的重点关切 也显示出中美两国间存在的根本分歧 凯元资本董事总经理陆修权 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 孟晚舟被不刻意视作 美国对技术问题关切的再一次体现 她认为 技术一直是美国的最大担忧 贸易问题是其次 而中国过去一直希望 通过在贸易上展现灵活性换取美国 在技术问题上的让步 如果G20峰会后的停火 让中国人以为自己的战略奏效了 那么孟晚舟被捕或许会让北京感到困惑 对比G20峰会后中国舆论的乐观 现在中国各方的言辞似乎激烈了不少 中国外交部要求加拿大和美国立即对激压孟晚舟的理由做出澄清 同时将其立即释放 代表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发表文章表示 今后美国在一些事情上的举动 可能会更加霸道 不可理喻 中国对美国政府的任何承诺都要谨慎对待 做两手准备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发布微博称 美国在市场上打不垮华为 请不要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 BBC驻上海记者白洛斌在节目中也提到 孟晚舟被捕并非针对个人或个别公司 而是美国司法部门向中国做出的咄咄逼人的举动 这一举动显示出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且川普政府已不想继续容忍他们所认为的违反对伊朗制裁的行为 冲击华为与中国5G 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对外界一向极为神秘 在创始人任正非的带领下 华为机身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提供商行列 最近还超越苹果 成为仅次于三星的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大女儿 由于她已申请报道禁止令 因此被捕原因及其他细节无法公开 与此同时 许多信息指出 美国正对华为是否违反对伊朗制裁条款进行调查 华为发布声明则称 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 外界对这起事件对华为会产生何种影响 众说纷纭 许多人联想到另一中国电信巨头中心 CTE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命运 由于违反美国对伊朗及朝鲜的制裁条例 以及执行与美国的和解协议时说谎 中心被美当局处以14亿美元重罚 在此之前 华为的海外事业已遭遇不少波折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已先后宣布禁止华为 参与该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英国电信BT也表示不会在该公司的核心 5G基建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 有报道称 美国一直在说服盟国警惕华为 5G被视作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其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中美 在这方面竞争已久 陆修全对BBC中文称 之前他国对华为的抵制势头 已在增长 梦的被捕 会使得这股趋势继续增强 针对华为的一系列指控 再次显示了美国对这场比拼获胜的信心 而无论对梦的指控是否属实 华为在中国之外的业务应该都会受到影响 据白洛宾观察 华为代表中国推动经济发展野心的一大支柱 美国清楚华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如果指控为真 对华为的前景将是巨大打击 贸易谈判与中美关系 梦的扣押对贸易谈判不是个好兆头 陆修全称 在他看来 中美两国处理技术与贸易问题时的策略交锋时 就好像无法穿透的盾碰上可以刺穿一切的毛 而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便是矛盾 他判断孟晚舟被扣押预示着 接下来的90天或将不太稳定 独立学者邓玉文也认为 孟晚舟的被捕为中美达成协议增加了很大变数 他预计此事将增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军方等保守势力的力量 甚至可能将大批立场模糊的人推向保守阵营 川普选择此时打华为牌 虽是美国短期赢得优势 但中长期绝对是施大于得 是一种短视行为 对中美都有害 他说 也有专家对此事与贸易战的关系持谨慎态度 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博慧认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请求家方逮捕孟的理由是否充分 尽管孟晚舟被捕 她对90天谈判后 中美达成协议的前景仍保持乐观 她向BBC中文解释称 目前的消息来看 美国没有提及中国制造2025及中国产业政策问题这些 据称中国不接受的问题 只是讨论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 强制技术转让及知识产权等中国表示愿意讨论的问题 因此她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北京时间7日早上 川普发推转述中国声明称 中美双方目前沟通顺畅 合作良好 对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 但张伯慧也指出 孟晚舟被捕反映出 中美未来的战略竞争将围绕技术为主开展 这将对两国的长期权利平衡起决定性作用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